Laliwali Dudo是美国知名童装品牌 以多样的款式、平时的价格和用心的社群经营 赢得消费者的喜爱 但一切的起点只是创办人Brandy Temple 为了满足女儿心愿,自己动手做衣服 经历一连串的意外之后 从家庭代工一路成长到千万美金企业 而背后成功的关键是Brandy Dudo的经营策略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每日商业,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凯西 每日商业不只有每周的节目 更有网络社团可以一起交流跟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的链接赶快加入我们哦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2020年6月19号 陈卫明所撰写并刊登在创新拿铁官网的文章 拉里哇里嘟嘟的创办人Brandy Temple 原先她是一位家庭主妇 丈夫Will Temple从事工程重机剧的买卖 在2000年中期,美国经历了一波房地产荣景 各地不断推出新的建案 Will的生意新龙也让Brandy可以全新的照料一家大小 每个周末Brandy一家都会上教堂 而两个爱漂亮的女儿常常吵着要穿新衣服 在当时一般童装店里面很难找到品质好设计美的衣服 而精品童装店里一件小洋装又要价80美金 终于Brandy为了满足两个女儿的愿望 把仓库里封城已久的裁缝机拿出来 开始亲手为女儿们做衣服 通常做完女儿的衣服之后布料都还有剩 Brandy干脆就多做几件把布用完 再把这些衣服拿到eBay拍卖 加减赚赚点外派 她曾形容自己总是全力以赴 我没办法随便挑本书翻开来读 因为我很可能会熬夜一口气把整本书读完 过了几个月Brandy发现这个无意间开展的小副业 竟然已经累积出一群忠实客户 自己一件一件做已经赶不上接单速度 于是就号召亲友加入家庭代工的行列 直到2009年美国营造业景气开始下滑 Will的收入少了一大半 Brandy得知Will事业有危机后 更是全力投入 Laliwali Dodo希望能一同分担佳绩 她甚至还在自己参与的妇女组织 Junior League活动中推销产品 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订单 Brandy也试着把衣服交给海外工厂代工 但收到的第一批货品质差强人意 图案上的斑马看起来像乳牛 车缝线也不够紧密 失望的Brandy担心把这些衣服放上eBay卖 会毁掉长期经营的口碑好评 于是决定把这批货拍照贴上当时刚兴起的Facebook 让联友们留下心香又优惠价购买这批衣服 没想到这个无心的动作又是一个关键转折 Brandy发布贴文后离开电脑处理家事 不久后再回到电脑前 她惊讶的发现所有衣服都被抢购一空 卖出的量比前个月在eBay上还多 惊讶的Brandy开始研究 希望能延续这个意外的成功 根据Brandy的分析 在Facebook平台上客户只需留言就可以订购 不用输入账号密码 历经一连串页面切换才能完成结账 降低消费者冲动购物的阻力 另一方面坑户购买衣服的留言 也会出现在朋友的动态消息中 相对于商业广告 人们比较相信来自朋友圈的消费经验 扩散效应又会把越来越多人 带到拉里拉里嘟嘟的页面 这项发现使Brandy开始花心力进行脸书社群 除了和粉丝分享创业以来学到的经验 也抢先曝光即将推出的新款 认真回应每一则粉丝的留言 如果粉丝们看到喜欢的款式 但颜色不喜欢 只要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隔天就会特别为他上架一款指定颜色 Brandy的热情没有白费 粉丝们也纷纷把小孩穿着 拉里瓦里嘟嘟的照片分享到Facebook 成为志愿的品牌传教士 没多久Will正式被裁员 也加入了家庭代工的行列 负责把印花烫到英服上 Brandy的爸爸则是张罗所有人的晚餐 全家人用过晚餐后连夜赶工 忙得不亦乐乎 几周后拉里瓦里嘟嘟在Facebook上的销量 已经大幅的超越Ebay Brandy决定把Ebay的网络商店关掉 每天在Facebook上面更新热腾腾的本日新款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 他每晚只睡两个小时 白天和亲友团挤在家里的仓库做衣服 晚上再把货寄出去 虽然拉里瓦里嘟嘟的业绩成长飞快 但Brandy却在这时候感受到一阵成长痛 2010年暴增的订单 一时之间让缺乏经营管理 大规模生产经验的Brandy手忙脚乱 又缺资金扩充产能 只能不断拜托亲戚朋友 拉人加入赶工行列 某一天Brandy终于受不了压力 他心想 算了我应付不来 干脆把公司卖掉 有笔钱能让家里撑过一段时间也好 于是他打电话给一位朋友介绍的银行家 询问是否有对拉里瓦里嘟嘟 感兴趣的潜在买家 经由转介 Brandy联络了一位纽约风险投资公司 Highline Venture Partner的创办人Shana Fisher 询问他愿不愿意用100万美元 买下拉里瓦里嘟嘟 Shana听完了Brandy的叙述回复他 千万别做傻事 让我投资你 我们一起来做大事 有了Shana的资金援助和顾问服务 同年9月 拉里瓦里嘟嘟嘟 搬进来星顿市一间旧轮胎工厂 招募了一批裁缝师 正式从家庭代工转为企业化经营 来星顿曾经是做繁荣的工业城 以制品和家具制造文明数十年 近年历经了工厂 移往海外的低潮后 实业率居高不下 如今因为拉里瓦里嘟嘟的进驻 再度带动绑枝工业新盛 即使生产规模远胜往昔 但拉里瓦里嘟嘟 仍然保持以往接单再生产的模式 每次拉里瓦里嘟嘟有新产品上架时 当下并不会背齐所有尺寸的衣服 买家下单后 有72小时可以付款 此时裁缝们才开始依据顾客需求 财布缝制 经过两到四周后出货到买家手上 这样的模式帮助拉里瓦里嘟嘟 省下可观的库存成本 以及清藏压力 另一方面 Brandi选择在低化生产 也建立了快速时尚的优势 销售期只有几周 新款不断推出 每项新产品上市后 销售团队会持续观察销量 卖不好的款式马上绝版下架 若某种款式一段时间以来都很受欢迎 就会包给中国或拉丁美洲的成衣工厂 大量制作并在官网上架 从畅销款变成长销款 此外呢 设计团队也会基于畅销款做小弧度的改版 换个布料 领口或印花图案 又是一个新款式 不但让裁缝师好上手 也降低了生产流程的复杂度 既有少量尝试 太弱流强 不断循环的过程 让Brandy得以把资源投注在对的产品 相对依赖海外工厂 批发零售通路的传统童童童童品牌 独斗的策略让拉里瓦里都斗 年销售持续成长 一路突破千万美元 这位童童女王下一步有什么盘算 是否能够再创高峰 未来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 都能够成为各位听众的帮助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我们的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的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